她的爱伴随着阴谋与死亡的味道 像一杯毒酒 却又甘之如意 天衣有风原著 喜马拉雅授权取英工作室出品 竟则古风系列之 大型穿越虐恋小说剧《凤求我》 第九十集 那少年眼神高雅凝合 宛如山巅冰雪一般不可攀附 他温文尔雅 五名荣耻 原本是内院中人 前些日子与公主失散 还请这位到内院通传一声 那护卫队长听闻他所言 吓了一跳 忍不住暗道 居然还有主动回来当面首的 不知道这人是真还是假 便想先派出人传达消息 想合集请示这件事 没等他叫人过来 公主府内便走出来一个人 拉住队长 此人所言非事啊 那人从前是公主府外院 专管粮食的管家 姓黄 也算是一个旧人 在强威之下 投靠了河吉 因而自由度大一些 他认得荣指的形貌 也晓得荣指当初在府内 是何等的荣宠 能不得罪此人 最好还是不要开罪 更何况 放荣指进去 也能顺便给公主卖个人情 今后公主若是能翻身 我也可称自己身在草营 心在汉 至于荣指回来后 是否会给驸马爷带来麻烦 还是先忽略吧 在别人手底下做事 每时每刻都应该以自保为伤 别人两夫妻较劲 我们这些做手下的 实在是没必要买命的 成何进去呀 只需要学那墙头草 风吹两边倒便好啊 找几个府内人 证实荣指确实是公主府内院中人之后 内护卫队长也没有理由再强行阻拦 让开门给荣指入内 荣指回来的消息 迅速传遍整个内院外院 没过一刻中的功夫 便有人络绎前往墓血缘 这些都是公主府内公主一派的人 和其虽然软禁楚狱 但是也不能无端撤出公主府内 依然心向公主的救人 以免被人说她排除异己 但是这些人的日子绝不算好过 吃了驸马派的不少刁难 荣指一回来 他们便看到了希望 虽然是打着不同的理由 但是众人前往只有一个目的 便是请荣指设法出手 虽然荣指已经有阵子没怎么管事 还原之前也接掌过公主府上下的权柄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 那是荣指让的 倘若荣指不让 还原半点都躲不去 彼时楚狱正在观摩阿满和流丧挖坑 听到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忍不住皱了皱眉 我不是吩咐过 不是吃饭的时间 不要来打扰我吗 公主 公主 忠公子回来了 忠公子回来了 下一刻 又蓝急促的声音 让楚狱整个人都化作暮时 一瞬间 周围极致的气景 楚狱听不到地下阿满的挖掘动静 也听不到一旁流脏担忧的询问 她的脑海中 只反反复复地回荡着那一句话 松指 松指回来了 这些天 除了暗休地道外 她也时常忧愁 如何设法营救荣指 刘子叶已经与她反目 楚狱一筹莫展 虽然表面上若无其事 可是每次想到荣指 她的心 都会朝不可知的深渊沉下去 她有时候 会很害怕她永远回不来 每当那时候 怀中她所交付的信物 就宛如火烧一般 终于醒悟到那句话代表了什么之后 楚狱猛地站起来 冲到门口 手忙脚乱地打开门 开门后 便一把揪住右蓝的领子 你刚才说了什么 荣公子回来了 她现在正在暮雪园中 楚狱想也不想松开右蓝 快步朝外走去 她几乎是凭着直觉 走到了暮雪园附近 才稍稍恢复冷静 站住了脚步 暮雪园外 已往经幽的地方 人来人往 公主府内的管事 规规矩矩地门外排队 整整齐齐地分座两列 面色恭敬地等待荣旨接近 每隔一段时间 便有一个人被叫进去 同时又有一人 从门内倒退出来 一边后退 还一边十分恭敬地 朝门内行礼 上在排队的人 面上皆无不悦之色 有的仅仅是期待与盼望 简直就好像是参败君王 不知为何 出于心头不期然地浮现四个字 这四个字 用在现在的荣旨身上 可是诡异 可是却又让她觉得很贴切 王者归来 荣旨回来了 荣旨回来了 回来了 心中仿佛有一面无形的回音壁 反反复复地激荡着这句话 一重又一叠的 让楚玉的心跳时快时慢 夜见有人走过来 他没有多想 下意识地退到附近的林木阴影中 等那人走了 他才猛地想起 这里是他的公主府 根本没有必要做贼心虚 我方才在避什么 府内人皆知公主对荣旨宠爱有加 听说他回来 亲自前来探望也不奇怪 他究竟做什么 如此害怕被人看到 他避的究竟是旁人的眼目 还是 秉除心头杂念 楚玉缓步走出来 树木的阴影里 以旁的地方更冷 且更暗些 因此才走到阳光下 楚玉便感觉 头顶上洒下来的光芒 刺目得让人晕眩 纵人本能的情窃 可是楚玉的脚步 没有半刻的停顿 一步接着一步的 他强迫着自己迈过每一寸 每一尺距离 眼看着沐雪园越来越近 近在眼前 他面无表情之下 是宛如雷鼓般急促的心跳 却依旧不曾停下 他不知道荣旨回来时 他会说什么 也不知道该以何等的面貌 去面对他 但是这诸多的犹豫迟疑 都抵不过 他想要见他 是的 他想要见他 即便明知道他心怀叵测 即便明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 即便明知道他的心思 在他也许永远看不到的地方 可是他 还是想要看一眼 他清幽高雅的眉目 深不可测的眼眸 只一眼就好 然后摊牌 他藏在心里的和他藏在心里的东西 都一并说出来 坦坦诚诚的 暴公在白日之下 正如现在的他 楚玉走进墓雪园 门外守候的公主府馆是下人 见识他来了 纷纷主动让开一条道 并且默默地后退 排上队 即将进去的人 也赶紧退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授权 曲音阵子监制 多人演播的 大型古风穿越小说剧 凤秋皇 楚玉走入园中 虽然因京秋 而显得有些萧索暗沉 但是竹林之中的清幽之夜 也不曾有半分的减少 经冷了许多日子的青石台 如今又有熟悉的人影 坐在其上 依旧是雪衣乌发的少年 低垂脸着墨黑的眉目 那么清俊的神姿 那么从容的身形 才一入眼 出于便感觉眼眶微微发热 亲眼看到的这一刻 她躁动的心 才陡然安定下来 一直在心底回响的声音 也终于化作实质 她 回来了 容之闭目养神了片刻 才缓缓睁开眼 望着凝视着的楚玉 好不意外地露出微笑 公主别来无恙 楚玉定定地看着她 初看时不觉的 可是定下神来戏巧 她的下巴线条 原本优美柔和 现在却仿佛削尖了一层 尖尖地能刺伤人 而她的脸色 原本偶尔还有些人色 现在却似完全苍白的冰雪 更加逞得眉目漆黑幽深 她瘦了好多 楚玉不说话 容之也不着急 她好整以暇地沉默着 暮光轻雅柔和 该说些什么呢 问她几年前的旧事 问她为什么要在这个当口回来 问她是如何脱身的 还是先说自己的决定 又或者 想要说出口的东西太多 一时之间 我却不知道 该说什么好 楚玉走上前去 在戎指的身旁坐下 两人之间相隔二尺地进去 然后 楚玉注目地面 口中轻声道 你回来了 纵人有那么多的利益矛盾 恩怨交缠 可是她最想说的 竟然还是这句话 之后又是许久的沉默 入耳的 竟是风吹竹叶的细碎声响 好像非常寂寞地空旷销售 穿透心中的荒原 容之好像在发呆 她的神情有些冲政 好一会儿才转过头来问 公主 风采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 听不到就算了 反正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话 先后经历归来 两人之间似乎生分了不少 在外面 他们就仅仅是单纯的 楚玉和荣旨 在生死之间 不必考虑前景和将来 也不必考虑过去和从前 更不必考虑 他们彼此的身份和立场 只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 反而可以更加的自然而然 看着她的眼波 看着她的动作 也回忆欢欣或悠闲的微笑 现在却不一样了 回到这里 她和她所附带的一切 都跟着被打回原形 无从遮掩 也无从遗忘 在险境绝地 她以实际行动告诉她 什么叫做从容 可是纵然已经有了决定 纵然已经有了决心 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 她依旧不怎么从容的起来 也不知道 是不是感受到了楚玉的心情 向来圆蓉自如的荣旨 也同样没有说话 静静的维系着一段 声色的安静 但是有些人 有些事 始终要去面对 楚玉用力地拿指甲 掐了一下掌心 张口 容 公主 怎么不见月姐飞 容只先开了口 楚玉便暂时压下自己的言语 还未开口 便先冷笑一声 哼 她嘛 在裂痕产生之前 月姐飞一直是她的贴身护卫 不管她走到哪里 她都在不远处跟随 看见她的身影 她也会觉得安全比较有保障 但是现在 这个名字只会让她冷冷发笑 她怎么会那么蠢 因为习惯了她的保护 便忽略了她根本就不是跟她一条心的 出卖起来完全不会迟疑留守 必要时也许会冰刃相向 她总是直剑挡在她身前 竭力阻挡一切朝向她的锋刃 害怕被她染指的自恋心思 偶尔又十分有趣 让她不知不觉间 忘记她是天如镜的师兄 是属于皇室的打手 因为已经不知不觉 对她放下戒心 将她当作了可以信任的人 所以在面临背叛的时候 才会更加的愤怒 虽然天如镜和月姐飞是同谋 可在某种意义上 出于对月姐飞的不满 远超过天如镜 她知道这样很没道理 可是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亦如她面对戎指 所以在那日见了刘子叶 被合集押送回府后 处于所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让月姐飞给天如镜传讯 之后她将她赶出内院 哼 她爱干什么干什么去 去继续给刘子叶卖命也好 去继续呵护她的静视地也好 总之不要出现在我眼前 荣旨略一惊讶 面上随即浮现了了然笑意 哼 原来如此 结合她方才询问府那管事下人的话 再结合处于对月姐飞的态度 她已经将整件事的前后因果 摸索出来八九成 处于感觉手背上一凉 却是荣旨将手放在了她的手上 她的手冰凉如雪 冷得不似活人 面对处于疑惑的目光 荣旨不慌不忙地 伸出来三根手指 眼下情形 我有三侧 分上中下三侧 公主你要听哪一侧 处于不动声色的 将手从她掌下抽开 问道 上侧如何 中侧如何 下侧又是如何 原本打算一见到荣旨变摊牌 但是听她说个上中下侧 又引起了处于的好奇 眼下情形 乃是因皇帝与公主反目 那么为三之计 上侧 当今皇帝昏馈 公主可令则一右弟取而代之 皆是右弟登基 公主在她身后指点 便可把握朝政 中侧乃是安抚皇帝 令其相信公主并无一心 同时构陷驸马 让她失去皇帝的委任 这下侧呢 乃是独善其身 从公主府内悄然脱身离开 矛盾的焦点 在楚玉和刘子叶反目 那么解决问题的办法 也很简单 第一 刘子叶消失 第二 反目的理由消失 第三 楚玉消失 她侃侃而谈 笑意从容优雅 仿佛说的并非谋夺权柄的大事 而是清风明月 小桥流水 楚玉古怪的看着戎指 早知荣指的胆子很大 却没料到她狂到了这个地步 张口上策便是谋反 让我垂怜听证坐幕后武则天 而我现在所正在做的 照她来说反成了下策 即使细细细想来也确实如此 从我的角度出发 自然是希望能以最少的伤害损失达成最基本的平安 可是荣指却不一样 她是个狠毒的人 她的好坏判断并不是以自身的安全为基本考量 而是从全局上来把握 赚取最大的利益 倘若我逃了 一定会面临刘子叶的追捕 倘若我希望化解与刘子叶的矛盾 可化解了这一次 难保没有下一次 而荣指的上策 乍看上去虽然冒了绝大的风险 执行的过程也不可谓不艰难 可是一旦成功 前方将会是一片坦途 只不过 是谁的坦途 还说不准呢 今天的小说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想要收听镜子的更多节目 请在喜马拉雅关注取音镜子 感谢您的收听 记得评论点赞 给我们动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